大家好我是上星 今天天气冷 我们要来分享一个热汤 天气冷就是要喝热汤 今天做一个最便宜 最营养的热汤叫做菠菜猪肝汤 菠菜补铁 猪肝也是补铁 两个都菜一体 铁上加铁 二价铁加三价铁 该补的通通给补光了 不过咱们一开始啊 还是来聊聊这个食材吧 老婆猪肝 为什么后来大家都不吃猪肝了呢 因为好像说 它的毒素都在肝里面 所以大家就不敢吃 好像是有两个 第一个肝脏是解毒的地方 里面可能会残留一些 药剂或者是毒素 第二个说它的胆固醇太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不吃了 后来真的从天堂啊 掉到地狱里面 原本是很贵的病人才能吃 是用两来算的到现在 居然没有人要吃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 到底买的这个多少钱 这么大一片漂亮的猪肝哦 20块台币 你看 20块台币耶 以前这200块 以前大概薪水300块的时候 这就200块 现在薪水几万块 它20块 这个是什么 菠菜 菠菜 猜看这几块 这么大把 这么漂亮 这么新鲜 台币 展空10块 所以今天这个堂一共30块 那咱们还是回到前面讲的话题 猪肝到底有毒没有毒 猪肝是猪或者是那个动物体内啊 解毒的器官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它是什么 它不是储藏毒素的地方 不是储藏毒素的器官 它是什么 解毒和排毒的器官 所以毒素只是经过它那里分解之后 排出体外 不会pucking在猪肝里面 所以猪肝基本上它的毒素含量 并不会特别多 就算多也多那么一点点 跟其他体内的器官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第一个 它并不是parking毒素的地方 也不是让毒素储存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 这个东西要把它去除掉 第二个 猪肝里面的脂肪含量 到底有多高呢 正常的猪肝 脂肪含量5个%而已 猪油80% 猪肝5个% 它坦固存哪里有特别高 没有啊 另外有一种肝叫做粉肝 对不对 粉肝的脂肪含量有多高 老婆要不要猜猜看 30 粉肝的脂肪含量10%左右 也就是猪如果得了脂肪肝 它的肝就叫做什么 粉肝 特别嫩 特别顺口 特别好吃 因为它脂肪含量比较高 它比一般健康的猪肝 它的脂肪含量是两倍 可是也才10%而已 还有一种叫做柴肝 特别长起来怪怪的 颜色特别深层 那个肝的脂肪含量就更低了 那个是有一点点病变的肝 如果你发现猪肝的颜色特别暗沉 表皮上面有一些皱褶 或者是不明的痕迹 那就尽量不要吃 那猪身上可能原本就有一些病变 那种柴肝 能不吃尽量别吃了吧 如果你喜欢吃脂肪肝 就是吃那个粉肝 少吃一点 因为它的脂肪含量真的比较高 如果一般健康的猪肝 才5个%的脂肪含量 哪还有什么胆固醇的问题 我还曾经特别做过一集 人身上的胆固醇 基本上80%到85% 是由人的肝脏来合成的 并不是吃进来的 所以吃跟饮食习惯 对于胆固醇的 血中胆固醇的高低影响 并没有这么大 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现在没有高胆固醇血症 或者是三高的话 那基本上不用担心吃了多少胆固醇 才对 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状况 有心血管疾病 那再照着医师指示之用 降低脂肪的含量就可以了 好嘞 话不多说 讲这么多 今天我们买的这么漂亮 一个猪肝20块 加上菠菜10块钱 一大锅猪肝汤 只要30块 时间老婆交给你 STAMP 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今天最主要的食材当 就是猪肝还有菠菜 那我们先来切辅料 辅料就是生姜 其实小时候啊 我们家真的是有人生病的时候 我外婆才会煮这个猪肝汤 对啊 或者是感冒发烧 才有这个猪肝汤可以喝 然后那时候的猪肝汤啊 就是真的就是很贵 很贵超贵 很贵 我们家还生病没有了 一定要有手术啦 或者是生小孩才有的吃 对手术完啊 还要喝那个鱸鱼汤 鱸鱼汤跟猪肝汤 对生姜是一定要有的哦 因为姜是拿来去腥用的 对 然后再来我们先来处理菠菜 菠菜 这个菠菜也是不含铁的 菠菜你记得是谁吃的吗 大力水手 对现在小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大力水手 拜拜 是不是这样唱 对 菠菜其实也蛮嫩的 嗯 这个 10块10块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补铁 然后那个猪肝也是补铁 所以女生啊 很多什么先天性缺铁啊那些 或者流血的时候 对 吃猪肝汤其实不错 真的不错 好 菠菜都切好了 最后我们才来处理这个猪肝 猪肝 猪肝之前我们有录了一集 对 一副猪肝啊 它有三个 三叶 这一叶是最 最小叶的 这一叶是最好吃的 口感最好 最脆 最脆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切它 猪肝要好吃啊 厚度一定要够厚 对 我们先这样子把它切开好了 你看20块 20块 其实我去外面喝那个 吃东西啦 你要 尤其我们这边的米干店 不是都会煮猪肝吗 对 我要看这一家老板娘会不会煮 都是看她的猪肝 对 那猪肝煮的好啊 是嫩的 你看 这个第一个 好 这个是带这个磨的 这个最脆的 对 然后接下来你看我的这个厚度 大概是这样子 嗯 最少都要0.5公分的厚度 对 很多那个卖猪肝汤的 它猪肝切的好薄哦 然后一煮就变得很柴 那种我觉得超难吃的 我也这么觉得 就这样子 这样切 对 反正每一片就把它切到0.5 我到现在还很喜欢吃猪肝汤耶 嗯 我去台北长根医院后面啊 对 也会去吃猪肝面 就跟秀峰一起去吃 那我去那个仁爱医院后面啊 也专门去找猪肝汤 好吃耶 这后面这个有筋的地方 就不要了 这个不用舍不得 如果是以前的话 可能就会舍不得 现在就不用 你就把它切掉 因为它这个到时候会咬动 对 好 那我们就这个切一下 切成厚片 好 你看这些有筋的 这个切掉 这个都不要了 对 这边切好的 把它泡到水里头 这个 好吃的重点啊 猪肝要好吃的重点 就是你要把它的血水泡掉 嗯 多泡一下 把它泡到这个猪肝 尽量让它越白越好 我看那些米干店啊 他们的猪肝也都在旁边泡水 那从水里面捞出来了 好 先给它泡一下 好嘞 现在猪肝我已经洗了几遍 坏了好几遍水 你看看 就是像这样子 白白的 这样它才不会有腥味 还有就是猪肝你今天买今天吃 没有吃完你明天就把它丢了 因为你明天在吃 真的那个味道会变很恐 对 所以不要买太多 对 你不要为了爱面子买50块 你绝对吃不完 就买10块20块就可以了 对 水滚了 先把姜丝丢进来 好的 去腥的 把那个姜味先煮出来 那我们直接先在这水里面调味 如 先调一些盐 盐吧 还有米酒 米酒是必须的 这个是去腥 老婆你小时候是叫盐巴 还叫盐 盐巴 我都说盐巴 对啊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盐巴 我也不知道 我发现还是大陆他们都说盐 他们不加巴 真的 所以我有时候他们也会问 为什么要叫盐巴 对我也不知道 就盐啊 可是我小时候叫盐巴 我现在加的真的是味精一点点 一点点 对其实这样子啊 这个还有胡椒粉 就是味道你都先把它调好 因为猪肝汤它真的很快 我们现在这个汤底 这个汤底 其实也是煮鱼汤的汤底 煮鱼汤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些味道而已 好猪肝 姜丝米酒 盐巴味精 胡椒粉 对 这个时候把猪肝放进来了 我们现在开始大火 大气了 对 如果我真的演穿乐剧啊 回到古时候 我就专带猪肝去卖 呵呵呵 这个要煮到它滚 这个菠菜就直接进来了 你看我们刚才讲 菠菜跟那个猪肝都是铁 对不对 那我们又用铁锅来煮 就三铁盒而已 三铁 就铁上加铁 只是我们这个三铁 跟人家三铁不一样 对对对 不过这是真的哦 就是 如果啊 你有先天性贫血的话 医生他还会建议你 就是买铁锅来炒菜 就是补一些铁籽 嗯 这是真的哦 再用铁铲子把它刮一点下来 是不是 先等它煮滚啊 好 快 这很快的大火一煮 等它煮滚 这旁边有一些浮沫啊 我们就先咬一下 它还没滚 就是刚刚那个血水还有一点没洗干净 对对 刚其实还算蛮干净的 对已经洗白白糖了 对 漂亮 好你看 现在已经整个滚起来了 对 好我现在盖子盖起来 关火 用泡的 要关火啊 对我们现在要泡20秒 等一下打开看 好嘞 20秒到了 很香耶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试喝了 漂亮漂亮 我们就猪肝摇出来 这就要火候了哈 猪肝要嫩 然后这个菠菜还要保持一点绿色 对 漂亮 好 吃喝 Go 30块钱一锅热腾腾汤就上座了 好香喔 要吃之前啦 咱们先给它加一点点香油 哎呦 我们家都怎么吃了 可是这到小吃店啊 一碗应该也不便宜啊 猪肝它 贵耶 猪肝面100多块 嗯 等一下 烫完之后就变这样 吃吃看 嗯 你看熟透了 而且是嫩的 嫩的 它泡熟的 它有点脆脆的口感 对 就是你把它血水全部洗干净以后 它吃起来其实是脆的 脆的啊 很好吃 对 嗯 菠菜呢 超嫩 就是一煮滚一定要关火 然后用闷的 这样菠菜也嫩 猪肝也嫩 然后喝到的是姜丝的味道 对 超香 好像差一味 嗯 没有喝到铁锅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再吃一碗再吃一碗 你看冬天啊 夜里如果回到家 你看三两下 如果煮一碗猪肝汤 给小孩或老公喝 有的肉是老婆 加班回家 老公如果煮一碗猪肝汤 给他喝 你看 这会多开心啊 嗯 超幸福的 或者我们自己在煮面条的时候 如果能够加个两三片猪肝 我们小时候不都这么吃的吗 而且是有钱 加菜的时候 或者家里有病人的时候 才可以这么吃 我们家有的时候是 买了 要送给那个什么好朋友 因为他住院 然后妈妈偷切两块下来 晚上的时候 夹在那个面条里面 嘿 等会我们才能吃到 猪肝的味道咧 好嘞 我们要赶紧去喝这个 热腾腾的猪肝汤啦 张心办坛 天天都有些事 大家有空的时候 天气冷 煮碗猪肝汤吧 咱们下回见 拜拜